一大医院院长杜远坤率领医护团队 日前前往了湖井以及大昌 连续两天在花语举办巡回医疗议诊 提供了香米医疗以及筛检服务 以减少乡亲舟车劳顿的辛苦 期望能借由筛检以及相关的检查 让民众能及早发现疾病及早治疗 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可能是留给这边居民下一次的期待 那这中间怎么去弥补他们对医疗的需要 所以就在十年前我就当时就申请 我要每个月过来旁边这个帮病的医疾 当时是两三个医疾跟两三个护理人员一起过来 那当初也借用了我们在澎湖卫生局的资源 在澎湖的三种分院 后来陆续在慧民医院跟大家服务 可是这毕竟只是一个点的能力 那么所以呢在大概十年前我们同时做医疾的 同时呢也跟我们的卫物部申请在澎湖离岛的捐箱医疗计划 就是所谓的IDS 那么IDS呢我们在八年前申请通过之后呢 这样子对于我们整个澎湖离岛的服务就更完备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IDS每一个注点 都有我们的医师我们的护理人员来注点 一年三百六四五天我们都可以到这边来服务 而且病人是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意大医疗集团的工作人员 包括医疗包括物理 那在这样子连续七年多的服务下来呢 民众呢对我们的分码力非常高 他们对我们政府的这个美丽IDS的美丽 他也在澎湖县政府卫生局的服务之下呢 民众是非常赞许 一大医院是守护澎湖健康的好伙伴 卫生局感谢杜院长七年来不离不弃 始终以居民的健康为优先 医疗疫诊活动现场提供了骨科 家医科 胃肠肝胆科以及中医 增伤科并设有子宫抹片检查 血压血糖检测以及腹部超音波等等的检查服务 然后我们所产生的一些资源回生败重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教育 尤其我们这一次更特别的 我们有学校的医学系学生跟在一起来 那医学系学生他们要来是要抽签的 因为非常多人的抱怨 我们医学系的学生非常优秀 他们希望来体会 到天相服务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什么样的热忱 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mindset 我们脑子里面要怎么去接近这样的偏销的民众 那这一次我们来的四个医学生也非常的好 跟着我们一起看诊 跟着我们一起帮病人服务 甚至呢 我们这两天也做了一些家庭访试 到一些家里有老人 不方便到我们服务的活动中心来看到老人 我们亲自去探讨他们 九十几岁的老人 阿公阿阿嬷 我们都慢慢会叫他 他也告诉他说 我们这个疫诊团离开之后 我们的卫生所 我们的卫生所 里面的护理人也会持续关注 也就是个案的一个追踪 院长杜远坤也指出 一大医院以成为社区靠山为目标 至2004年起至今 在澎湖办理疫诊活动 而疫诊团队也在今年完成了澎湖 所有二双级里岛地区 提供疫诊服务的历程碑 同时也办理了预防保健团体 卫教等等的多元服务 各位大家好 我是甘堂卫生科学校军医师 这次非常荣幸跟随我们都院长 都院坤主委来到澎湖疫诊 我之前没有来过 所以来了之后 了解说为什么 一大医院都院长 为什么要推动澎湖在地的IPS 或者说医生要到病人的地方 而不是病人来医院找医生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离岛 他每一个岛跟岛阵的距离 是需要交通 是需要船的 是需要海运 而且有时候风浪大一点 天后不好就没有办法去移动 那我们这几天一整 就有很多民众做超音波 说你有胆结石 你有脂肪肝或是肝脏或什么样的病变 你知道吗 你其实做过超音波吗 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都跟我们讲说 我没有做过超音波 我没有灾 所以可见在都市在台湾本岛 或是你们习以为常说 做个检查超音波检查 这个很稀松平常很方便的检查 这里有很多的 我们台湾的同胞是没有办法 或者说因为受限生子民数 没有办法再做这些检查 那往往遇到比较严重的问题 光是后送到 不要说是本岛 光是到马工 可能都是一个非常简陋的设备 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跟随杜院长来这次的议诊 那地团医院在同胞议诊已经11年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同胞议诊是在民国98年 跟当时的杜院长 也是现在的杜院长 在同胞的直辈道 做了第一次的同胞议诊 当时感觉同胞的医疗 的确是相当的缺乏 那这11年来我几乎每年都来这边参加议诊 那后来我们觉得议诊只是一个每年点 一点的医药物 所以当时有一定的机会 可以承办回复复的IDS计划 所以一大医院开始做长期的 同胞的IDS医疗 也因为承接了IDS计划 让我们一大医院在同胞的医疗 相对的更加的一些生 跟当地的一些医疗活动 另外离岛因为受限于环境限制 且大多为高龄者居多 对于资源的应用以及取得不熟悉 因此增加了器官捐赠 病人自主 权立法等等 卫生政策的宣导站 并利用在离岛的期间 与当地卫生所 合作针对独居老人 贫穷家庭以及社府边缘户家庭 提供社区资源 网络连结以及经济协助 用要安全的检视与指导 记者王海龙报导